安播足球快信 2021年5月3日 星期二凌晨 西甲第34轮有由西维尔主场迎战不以包赛事 西维尔目前处于前四集团 而不以包紧在中游徘徊 两队实力差距已经心照不酸 加上前者近况出色 今次座拥主场优势的西维尔剑指六年胜 另外因直播介时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西甲前四球队 目前处于激烈的争斗中 在这四支球队中 大家总积分都相差不算太大 即使有些球队相对掌握了主动权 不过一个不小心 也可能会导致排名发生变化 哪个掉链子 哪个就有可能推出竞争 而在巴赛上将饮恨败北之后 除了马体会在里偷笑 黄马松了口气之外 还有一支正在默默努力向上爬的西维尔 虽然西维尔距离冠军形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今季他们有望以前三的名次收尾 甚至在上述的三大豪门同时不赢球的情况下 西以为也是有机会扭转乾坤 要知道球队目前状态政界 又踏入四月份后 他们凭着印尼斯里、奥金普斯 和费兰道列者斯等人的出色表现 至今未输过 连续五轮的全胜战绩 令球队狂揽15分 同时亦被西维尔在前四集团的席位得到稳固 面对整体实力不够主队的不以包 今季主场赢波长数 同黄马并列第二的西维尔今铺赢波再职 另一边 不以包今年的遭遇有点凄惨 因特殊原因 球队今年两度参加西班牙杯决赛 但就分别被王家苏斯达和巴塞隆拿击败 练续两次同冠军奖杯失资交给的他们 所受到的打击不少 然而除了杯赛的失利外 联赛的表现 亦不十分突出 目前以10胜12和11负的战绩 排在西甲第10名 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因为距离排名第6的贝迪斯 还有8分的差距 而球队接下来的赛程 还要面对上述的西维尔 同黄马这些竞女 可以说他们想要获得勾战资格的希望十分渺茫 但在护级亦基本无忧的他们 卑不成高不就的形势 导致球队无增性的动力 由他们3月中旬以来至金角汉赛事共十战 不以包紧录得一场胜绩可见 球队已经打算混水摸鱼 因而今次辉军 不以包就不好高估 在阵容方面 中场洛拉斯高欣 同前锋蒙尼欣等人 因相无缘披夹 我们是安播足球快信 多谢你的赞和支持 立即下载M直播 随时随地在手机自在看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